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696章改编 为了你 我逼着我自己去看书 努力地拉近与你之间的距离 争取让自己也成为一个谈吐优雅的人 为了你 我甚至去参军 尽管我之前被教官揍过 尽管我对当兵有阴影 但是你说你喜欢军人 我就克服我之前的阴影 可是到头来 我才发现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陈玉瑶摇摇头道 原来你比那些物质的女人更可怕 因为你比她们有心机 即使是你拜金 你也不会表露在表面 我拜金 我拿点拜金了 李同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了起来 给你认识这么久了 你给过我什么 我和你交往这么久了 你就请我出去看过三场电影 吃过几次小吃 送过几朵花 如果我拜金 我早就把你甩了 还能容你到现在 你是不是傻 我告诉你陈玉 正式警告你一次 以后离我原点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李同道 我知道我们两个之间不可能 我没有你现任男朋友的家世 我也没有交得起在音乐圣殿让你学习的学费 我甚至连你身边那男人手腕上的一只手表都买不起 呵呵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竟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纯洁的姑娘 或许纯洁的姑娘是有 但我可笑地认为我竟然能在帝都这里遇到一个 陈玉笑了 他笑得很凄凉 或许每个人第一次失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吧 愤怒 悲伤 失落等各种各样的情绪纠结在一起 让人感觉到对这个世界都绝望了 兄弟 你混哪的 夏冬觉得 作为李同的男朋友 他是时候出场来把这只苍蝇赶走了 我不是混哪的 我是正经人 陈玉吸了吸鼻子 他淡淡地说 哥们儿 很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认清楚这个女人的真实面目 她是什么面目 我比你清楚 夏冬冷笑道 是 你比我清楚 我在这里是多余的 我想我还是安静地走开吧 陈玉默默地说 刚才你侮辱我女朋友了 你现在需要向她道歉 夏冬淡淡地说 呵呵 我侮辱她了 陈玉笑了 你拿只眼睛看到我侮辱她了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洁最善良的人 她很讨厌你 但是因为她不想伤害你 所以才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你说她拜金 你说她不清纯 这就是侮辱她 夏冬说 夏冬 算了吧 让她走吧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她 李同装模作样地说 那星星作态的样子很假 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她是故意做做的 但令人惊奇的是 夏冬竟然信以为真 她竟然真的相信这个女人是她看到的那样 纯洁善良 不不不 亲爱的 你是那么的善良 我怎么忍心让你受到任何一点侮辱 这个男人必须道歉 否则的话 她今天休想从这里离开 夏冬和陈玉叫上了针 呵呵 你是第一个敢让我道歉的人 陈玉笑了 她不想惹是的 但是 这家伙真的有些不识趣 吹牛吧 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别人凭什么不敢让你向他道歉 我觉得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夏冬道 你是谁 叶浩轩走上前上上下下的 打量了夏冬一番 他并不认识这家伙 我是夏冬 这货一昂头道 夏远集团的夏冬 没听说过 叶浩轩摇摇头 他转身对陈玉道 死心了 姐夫 我死心了 陈玉耸拉这脑袋 像是粘了一样 刚才那股激动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后要注意这点 吃一欠 长一智 以后交女朋友的时候 要注意这点啊 你刚才有句话说的对 或许这个世界上会有真正纯洁的女孩 但绝对不会能让你遇得到 叶浩轩拍拍陈玉的肩膀道 我知道了 姐夫 陈玉点点头 我说了 让他道歉 夏冬道 你确定 叶浩轩扫了这家伙一眼 夏远集团 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不过 我觉得你老子应该是一个爆发户 不然的话你肯定付不起这里昂贵的实心的 这与你无关 你只要让你那傻叉弟弟道歉就可以了 夏冬冷笑一声 现在的人 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呵呵 他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条件 他也敢来追我女朋友 他疯了吧 呵呵 原来追这种纯洁 不拜经的女人 也是有条件的 你说说是什么条件 叶浩轩问道 至少身家得有个几十亿吧 至少在地都吃得开吧 他这么热爱音乐 你最起码要让他达到自己的理想 出国流洋 到国外音乐学院深造 这都是必须的 夏冬道 然后呢 叶浩轩又问 需要几十亿的资金 确实 这么漂亮一个女人 她是用来宠的 难道你忍心让她上下搬起地铁 难道你忍心让她窝居在一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里 跟你还一辈子的房贷 夏冬瞥了一眼 陈玉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是鼓起什么勇气来追彤彤的 看到她 你不自卑吗 你不感觉到自残行贿吗 陈玉 叶浩轩笑了笑道 遇到这种情况 难道你不该表示表示吗 表示什么 陈玉的情绪有些低落 她刚刚受到了一个女人的伤害 这小子在跟你比家事 比背景呢 叶浩轩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说 你就跟他比比呗 有什么好比的 父母不过都是普通工人 而且母亲还下岗 在家待业 她有什么好比的 李同冷笑了一声 陈玉不说话了 这些都是她之前编造出来哄这女人玩的 她想等自己真正追上这个女人之后 再给她一个惊喜 可是她没有想到 这反倒成了别人攻击自己的理由 呵呵 听到了没有 死心吧 现在向我女朋友道个歉 我马上让你走 否则的话 你今天别想离开这里 夏冬笑了 陈玉 过来 叶浩轩向这货招招手 姐夫 陈玉跑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你想在京城混得开呢 首先 你要学会踩人 现在这家伙正得意的时候 你正是要在这个时候把握好时机 然后狠狠地踩他一脚 用你的优势把他的尊严和得意 踩得粉碎 从这以后 他就会让住你 以后见到你 他绝对会跑得远远的 好的姐夫 我知道了 陈玉咬牙切齿地说 他的怒火也彻底地被这个叫夏冬的家伙给勾了出来 你马的真是什么人都敢上来踩老子一脚是不是 难道老子真的有表面上那样好欺负 陈家现在是不如以前 但大家族就是大家族 他堂堂陈家的嫡系 还能让一个不入流的小集团混混 看不起 陈玉觉得 他真的有点丢陈家的人 你要我向他道歉是吧 陈玉走到了夏冬的跟前冷知了一声 是 夏冬一点头 你确定吗 夏冬冷冷地盯着这货说 确定 如果你道歉让我满意的话 或许 我能网开一面 不找人把你揍得像是死狗一样 这家伙很自负 呵呵 你很牛叉啊 陈玉冷笑一声 他突然一把抓着夏冬 猛地高举过头顶 一个过肩甩把这家伙给结结实实地摔倒在了地上 哎呦 夏冬猝不及防之下 被陈玉给摔得七荤八素的 他趴在地上惨叫了起来 你怎么打人 夏冬 夏冬你没事吧 李童吓了一跳 他连忙跑到了夏冬的跟前 把他扶了起来 怎么样 还要道歉吗 陈玉笑了笑 你特妈的想死是不是 夏冬大怒 虽然他老子在京城 并不算是很有钱的那种人 但是从小到大 他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一般情况下有些背景的人 跟他都客客气气的 他什么时候被这个他认为 是没有一毛线的家伙 他把陈玉承了起来 一拳向陈玉挥了过去 不过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碰到陈玉 就再次被陈玉抓着双臂 给举了起来 然后再一次丢了出去 这一次丢得更远 摔得更重 夏冬趴在地上扭曲了起来 他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要论打架 现在的陈玉经历了半年魔鬼一般的训练 他会怕这个成天只知道 装逼泡妞的公子哥 开玩笑 他这些日子也不是白练得好不好 夏冬 你没事吧夏冬 李同连忙跑到了他的跟前 他尖叫道 保安 保安呢 快来人呀 打人了 有人打人了 这个地方的安保措施是相当不错的 李同这一声惨叫 呼啦啦的一群保安马上跑了过来 为首一名保安队长沉声道 什么事情 没事 我只是和他有些私人恩怨 我们自己能解决 陈玉笑了笑 这里不允许闹事 如果你们有私人问题 离开这里以后决斗都没事 但是这里不准打人 保安队长 保安队长严肃的说 保安队长严肃的说 感谢观看